同学们大家好 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彩虹 彩虹做有歌是C调的 我们直接用C调的词法来弹做有歌 我们首先看一下前面的四个小节 那么 C和弦按住之后 第一个小节 我们C和弦按住之后 一弦五弦一起来 对吧 然后 第一个小节的三弦拍和第四弦 那么这个 第四弦七和弦 我们直接用小指 用十指 这样子按住第一品的 第一二弦 然后中指按住 第二品的第三弦 用这种指法 用这种指法 好 那么C 然后再来是C 点七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小节 C-G和弦 我们是这样按的 C-G 然后这个地方 小弦就才按住三品的第一弦 看到没有 C-G是这样按的 对吧 这样 这样按的话 就是有点像那个A-N-C和弦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我们弹的是第四弦 四 然后第三品的第一弦 然后一起按住 然后一起弹 然后再D-N-C 然后再C 然后再D-N-C 然后再D-N-C 然后再G和弦 G和弦我们这里啊 无音子按住第三品的第六弦 然后小母子按住第三品的第二弦 这样按住第二弦 就这样对吧 然后C个边 C个边我们开始 电七 E-G A-G 电七 C 电七 然后G 当时钟啊 这个食指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弦的 你看一下C 对吧 DM7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 食指都是没有离开的 这样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C 然后DM7 然后这里方我们可以离开了 所以大家要掌握方法 掌握方法 我说过 所有手指能够不离开弦的 我们尽量就不要离开弦 对吧 这样可以把指法的边背给它简单化 同时也可以发出弦音 不要弹成顿音了 不要弹成这样 不要弹成这样 这是一个前者的部分 主歌部分就是开始唱 其实就是一样 就是签证 那个字 对吧 又能不能够 然后这里D 又能不能够 又能够你我 为什么又能够你 把这个DM7搞绝 DM7搞绝 你可以这样按 那么也可以这样按 都可以了 好 它叫你啊 为什么天天不开心 暗静 再一个 再一个 好 所有这边都不在这里 把这个DM7搞绝 你不需要按小指 你不需要按周指 这两个手指 可以把它省略掉 省略掉 这里简化一下 好了 继续 有没有 有没有 扣草一个给我 是会写的 在一起 牵涨不了 牵涨 对不对,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个和弦转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到的和弦就是C和弦,Dn7,E,C-D,C-D,G和弦 和弦的和弦 其他都没有什么好难的和弦,还有一个F和弦 今天这些和弦是发来和弦转换 那么和弦转换是我们弹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那么在这种科学运行当中我们最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蓝点的部分 如果是大家想学习和弦的转换和弦转换 具体的学习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那几课 前面的那几课,就是专里讲C大调的和弦 C大调或是C调的和弦,C长用和弦前面的几课 大家去看一下,讲了这些和弦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些和弦转换的一些技巧 讲一些技巧,大家可以一起把它看一下 和弦转换技巧,我们进行一个原则就是 右手我们先弹一个,左手我们就先按一个 比如说这个C和弦 然后换DM7,看一下 那先弹一次弦和第一弦 所以说我们食指一定要先爬下去 然后最后按中指,看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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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先弹的是第三弦的第一弦和第二弦的第四弦持组 所以我们先按这两个弦 再弦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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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有不懂的话 可以在群里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在咱们的交流和QQ群里面 大家可以去发一些你练习的事情 或者资料我都可以 好了,这个课最主要的一个难点就是前车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讲过这个地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